8月4日,一位白宫官员表示,拜登政府正在采取第一步,要求几乎所有到美国的外国游客接种新冠疫苗。 这项要求将作为政府分阶段放宽外国公民入境限制措施的一部分。 目前还没有确定时间表,因为跨机构工作组正在研究如何以及核实安全地恢复正常旅行。 最终,除少数例外情况,所有进入美国的外国公民都需要接种新冠疫苗。 拜登政府8月5日将宣布,按照自愿的目标,到2030年,在美国销售的所有汽车和轻型卡车中, 大约有一半是电动车、氢燃料电池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汽车制造商也将支持这一目标,但取决于政府的支持。 白宫称,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和美国交通运输部还计划在周四宣布更严格的燃油效率和尾气排放标准, 但没有公布具体数字。 这些标准旨在减少司机在汽油上的开支,并减少乘用车、运动型多用途车、货车和皮卡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量。 受大风和高温影响,美国加州规模最大的山火迪克西在过去几天内呈爆发性增长, 烧毁面积达到274139英亩,仅35%的火情得到控制。 加州消防局称,山火区域的地形、强风以及高温等条件使得火势难以控制。 目前,山火摧毁了67座建筑,并对数千座建筑物造成威胁。 当局已向多个地区的居民发布了疏散令。 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洛杉矶县8月4日报告了3734例新增病例,是自2月初以来的最高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另有1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2岁的儿童。 由于疫情大幅反弹,洛杉矶市议会主席奴隶马丁内斯和市议会议员米奇·奥法雷尔, 8月4日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居民在前往餐馆、酒吧、健身房、商店、水疗中心、 电影院、音乐会场地和体育赛事的室内场所时,提供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该动议要求洛杉矶市检察官准备并提交一项法令,并就企业如何遵守该法令,做出回应。 如果该动议获得通过,洛杉矶居民将需要至少接种一剂疫苗,才能进入室内公共空间。 荷兰阿姆斯特丹当地一座12米长的3D打印桥,近日向公众开放。 该桥由设计师拉曼和荷兰机器人公司历史6年建造而成。 由不锈钢和六轴机械臂组成,船身结构加强以避免船只碰撞的危害。 在8月5日下午的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十米台决赛中, 14岁的小将全红蝉惊献水花消失术。 在第二跳、第四跳、第五跳中,7个裁判全部打出10分满分,为中国队再添一斤。 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全面占据优势, 以3比0完胜日本队,未免。 或计算机内户赛中,国内户赛中,能率先通常的! 与世和静岡前に、この第五跳中,未免。 最好的忍受温度、相手的玉城下户赛中,既然失敗。 第五跳中,未免。 第六跳中,未免。 竟后,未免。 第六跳出、3跳中。 第六跳中,未免。 谢谢观看